各位香港的市民 各位新聞界的朋友 我們是社會民主連線 今天我們就有一個請願行動 就會去中聯辦抗議中共政府 是不能夠不讓一個公民記者張展 他現在正是病情非常惡化 就不讓他保愛就醫 不讓他的家人去探訪他 還有我們見到有些維權的律師 想去探望張展的媽媽 竟然他的健康碼變成紅色 令到他無法成行 我們見到這些掃碼的打壓 和這麼不人道地對待政治犯 我們覺得我們必須要出聲的 所以今天我們就去中聯辦的門口 去表達我們的抗議 言論無罪 為權無罪 停止數碼打壓 釋放所有政治犯 言論無罪 為權無罪 停止數碼打壓 停止數碼打壓 釋放所有政治犯 釋放所有政治犯 人民高於國家 人民高於國家 人權高於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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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大於國家 人民大於國家 張建無罪 張建無罪 黃雪琴無罪 黃雪琴無罪 黃建兵無罪 黃建兵無罪 維權律師無罪 維權律師無罪 各位 我們就是去講中聯辦警員的 現在水馬都沒有了 林鄭都說現在太平很安穩 我不明白 過去我們可以在中聯辦門口警員 但現在我們竟然就叫做保安區 有什麼理由是有保安 我們四個人會出現保安的問題呢 我就想說問一下長官 是不是 警察的層洗的權力 都應該是有一個理由的理貴的 我想問四個人去門口請願 我們也都說 過去幾何年在中聯辦的請願 都沒有發生過任何的衝突 為什麼現在一聲說保安區 就可以將我們請願的權利 是被剝奪了 我知道這個長官 他現在是我們解釋的 我想提醒 請教請教 我這個是警方的呼籲 現在你們進行一個公眾集會 四位人士 請你們根據警方的支持 去警方安排的集會區進行集會 是 但是那個理由是什麼呢 我們見到很多行人都可以 沒有任何障礙地經過中聯辦的門口 反而示威人士就另眼相看 另類對待 為什麼呢 我想知道我們是觸犯了什麼保安的問題 我們等中提醒各位 我們是正在舉行基本法的附件給我們的管理 而且呢 我們是四個人 是吧 我們基本上根據香港的公安條例 三人以下的請願是不需要申請的 那我們也都是符合這個限聚令 我想知道我們是觸犯了什麼的法例 影響了什麼的保安 再請人士留意 這個是警方的指示 請你們現在根據警方的指示 去回警方規定的公眾集會區 進行你的公眾集會 我們現在正在問警方的權利 那個理由 那個理由是什麼呢 我想知道 因為你說你不能夠擅自 如果這樣都說全香港都可以叫保安區 是不是現在你看看香港政府那些建築物 好像政府 你們現在正在公眾集會 現在警方派出了公眾集會區 請你們根據警方警方的指示 去回報警方已經安靜了 我想問問 香港政府很厲害的 是不是呀 在香港政府公民管理前面的請願 儘量入回記者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向林鄭警隊遊行都不需要 為什麽中聯辦是有這個保安區 以及我們不能夠 我們在門口 講過很多詞 我們在中聯辦的門口 並不是說進去中聯辦的裏面 就前的情況就好像公民檔場前面 和政府組號前面去請願一樣 為什麽 這是不是中聯辦的要求 我想問一問 我昨天市立委員說了 有一次中國在庫務院 請問你們根據警方的指示 去回報警方已經說需要公眾集會區 繼續追求公眾集會區 是 這個說 你即是說你不願意只是在重複雙方的說話 但沒有回答過我的問題 作為一個公民 或者是主問 我是不是應該可以有權的問下 警方你的限制是這個權的 你能否看到權權的你對於什麽呢 是否有一個邏輯 還有一個邏輯 為什麽在政府總部 政府總部門口就可以 為什麽在中聯辦門口是否不可以 是否中聯辦下的命令 我只是想你回答 是否中聯辦下的命令 是不准我們香港市民去接近 你回答我的問題 如果是一個合理的 我想每一個市民都會遵守 是否 在場人士留意 現在警方一個指定的集會區 香港政府總部的門口都可以在前面表達我們的意見 指責林鄭政府施政不當 為什麽在中聯辦門口連門口走近都不行呢 我們是四個人 而且公安條例 三十個人以下的集會會是不需要申請的 我們現在是完全跟香港法律做事 我不明白警方是不是濫權 這個是一個濫權 如果你講不到的理由的話 這個是一個濫權 請你回答我 是不是中聯辦要求我們所有的示威者 是不能夠接近在這個門口 還是你自把自圍 還是西區警方自把自圍呢 我想問 請你回答 警方已經發出香港指定的公眾集會區 去讓你們進行這次的公眾集會 麻煩你根據警方的指示 去回這個警方已經安排公眾集會區 那你這個安排的都有一個理據 香港現在好像每個都是講道理的人 是不是講道理的 是不是你 為什麽我不明白 我已經問了你很多次 你又回答同一個東西 是不是現在香港政府香港的警察是不需要講道理的呢 只是運用的權 有權就可以 有權就可以呢 陳女士 是說 我們警方很清晰地已經和你指出了很多次 你們這次來這個地方 是想做一個公眾集會 我們警方也都盡量安排一個最適合的位置 可以方便到行人使用道路 行人通道之餘 你們都可以做到集會的地方 這個就是警方安排的指定示威區 麻煩你 我們在那邊也都不會阻礙行人的 我們說 我們現在你自己安排的鐵集 我們在鐵欄隔離 不是我們在鐵欄隔離 是不是不會阻礙的 我們爭取了我們才搞得頗長的 我們一般是說15分鐘都完結的 我想這個警方可能是你 是咯 那既然是咯 很快我們問他怎麼不做呢 所以這樣 保刑姐 所以我們取得那個平衡 很平衡 我都說我都很平衡 所以知道你說 我不是咯 我只不過是個接襲隔離 所以知道你要和我們大家做一個平衡 又方便其他市民去用這個通道 所以我較早前和你一起來過這個地方 跟著又是一個警方的指定示威區 那你又可以做出剛才你說的那個訴求表達 你們指定的示威區 那我現在聽得到 是啊 你們講廣東話嘛 不是講英文嘛 又不是講法文嘛 我們聽得懂你講的 不過我不平衡的道理而已 那道理是怎樣的 這個原因都已經很清晰地跟你說了第三次的了 就是這裡的通道變得狹窄的 如果你們做一個停留的話 是絕對會阻礙到其他的市民 去使用這個行人通道的 所以麻煩你們需要做一個停留的集會 就麻煩在這個指定的示威區、集會區那裡 做你這個會停留的集會 這個是一個行人通道 這個理由呢 就是因為是行人通道嘛 那我已經告訴你了 我們就在一個貼閘隔離 那個位置我們四個人貼字放牆棋 那些記者又可以在這裡 可以在我們前面少了就可以 那現在你看看 整條路都沒有人走人 那你是不是唯一就是因為行人的問題 是不是 是的 我們大家商量 我一定是為了街坊的利益著想的 是不是為了這個原因先 是的 我們可以去試一下 陳女士 其實在你們開始集會之前 我們都已經有同意 我已經一等會用的指定集會區 你都當時同意了的 但是你現在可能 我什麼時候同意 可能你有其他考慮的情況下 阿哥 你問一下你的同事 我是跟著你來 看了環境 我什麼時候答應過他 麻煩你講清楚 我什麼時候答應過他 你 我在這裡 不如這樣 我剛才聽到 你又聽到我的意見 我又聽到你的意見 是不是 我都行吧 麻煩 你問一下我們同事才好說 不如這樣 其實大家今天來到 都是想做一個表達訴求 好嗎 我知道阿寶瑩姐 你也有你自己的意見和主意 不如這樣 我們為了不要妨礙其他街坊 和記者朋友 不如我們在這個指定的示威區 一方面你又可以表達訴求 另一方面又可以方便街坊 是不是 好嗎 好嗎 阿周吉祥 等一下 你慢慢談 你大家研究一下 你們都談一下 可以讓我們講一下 我們盡量 讓開 是的 我知道 我明白 我真的明白 是的 不如我們 我們退後一點點 好嗎 我們去回這個示威區 好嗎 這樣我們就站在那裡聽 好嗎 各位 現在我們 一個是 剛才大家聽到清楚的了 我們問個原因 除了警方說自己是摩查之外 沒有任何的理據 我們 他說是 因為怕阻礙行人 我們亦都投出一個方案 但是他亦都不接受 現在很明顯我們一個了農的示威 但是我們既然來了 亦都為了這個 我們來的目的就是要求 為將指他們出聲 所以我們現在只能夠 在這個了農之裏面 去繼續我們的行動 去繼續我們的行動 我們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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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和大家說回 我們 我們是在幾個月之前 我們都能夠越過 在這個 在那個後面 那個花草前面 都是有個請願 那怎知道現在已經是來到這裏 當疫情已經是不夠溫和 當在蘭桂坊 一萬人 在喆打 馬拉松 又一萬人去請願的時候 警方在旁邊都沒有任何的阻攔 就是因為我們提出一些政治的訴求 可能令到一些有權有勢的 像中聯辦 在中國政府是不開心的 所以呢 現在就是這樣 我們只能夠在一個鳥籠裏面 去表達我們的意見 言論無罪 言論無罪 為權無罪 為權無罪